稱讚說不是因為選舉才來的 這是台北上柯文哲他到社子島 Homestay住一晚要傾聽民意 而針對昨天做出宣判的鼎心案呢 他也做出了最新的回應 更多詳細內容 我們立刻連線的記者吳一軒 好的 直播各位觀眾 柯文哲在社子島住了兩天一夜 今天一大早他來吃早摘 不過呢 被問到的是鼎心 一審判決無罪 柯文哲有了最新說法 來聽他怎麼說 這是總統大選為止 到現在為止最大的吹票行為 怎麼說 怎麼說是吹票行為 我膝蓋翔也知道啊 所以你覺得這是政治判決 不是司法判決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人家說 這個選舉有吹票行為 就是到目前 總統大選到目前為止 這是最大的吹票 你覺得會把民意的票推出來嗎 你認為 柯文哲話說得很酸 他說呢 這個是總統大選之前 最大的吹票辦法 那麼也就是說呢 很有可能就把民意給催出來了 因為這個判決實在是人神共憤啊 那麼後來呢 他今天來到了社子島呢 一樣要來繼續體驗蒐集民意 甚至呢 今天要來夏田體驗農田的生活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